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刷新你的认知 要求福报,送地藏经不如行地藏经 一,学佛的人都知道,地藏经是公认的一部培养福德的经 但事实上,并不是在每个念地藏经的人身上都能看到明显的福报增长 有些人念经很得力,有些人念得很努力 但最基本的世俗小愿望都满足不了 地藏菩萨没有错,加持力很大,但你在修时就出现问题了 好比说,地藏菩萨是个词,他要吸铁 很得力的人,就是他把自己修成了铁 他求子求婚姻,一下子都来 那些把自己修成石头木头的人,地藏菩萨的瓷力量再大,也没有用 那要怎样才能更好地跟地藏菩萨感应获得福报 怎样才能更好地得到地藏菩萨的护佑加持呢 一切答案尽在《地藏经》里 在《地藏经》第一品里面有个婆罗门女的故事 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亲近 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其母信邪,长青三宝 事实,圣女广说方便,劝又其母,另生正见 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神堕在无间地狱 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 既当随夜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滑,几株共聚 于先佛塔寺,大心供养 见绝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 速化威荣,端言必备 时,婆罗门女占理尊荣,备生敬仰 私自念言,佛名大叫,据一切智 若在世时,我母死后,躺来问佛 避之处所时,婆罗门女垂气良久,粘恋如来,呼闻空中声曰 弃者圣女,物质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 而白空曰,是何神德 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一恋 无处可问之母生界时空中有生 再报女曰,我是如所粘理者,过去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剑如一母,被于长情众生之分 过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生意,举身自扑,肢结结损 二,经常读地藏经的童修对这段经文应该不会陌生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段经文讲的不过是一段婆罗门女的故事而已 读过就读过了 其实不然,我们都去过寺院,都拜过佛 但没人真的就见过神佛现身 但在这段经文里,婆罗门女不仅感的过去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现身 而且得到了自在王如来的亲自指点 凭什么,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婆罗门女把家里的房子都卖了 在仙佛塔寺大兴供养 供养有供养的功德福报 但显然这不是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现身的原因 否则的话,那么多在寺院做大供养的善行 怎么不见感的佛菩萨现身 供养的多,佛菩萨就现身 你还真的是有点误会 经文说了,见乳一母,备于长情众生之分 过来告示看到婆罗门女思念自己母亲的程度 远远超过其他众生 这才是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现身的原因 什么是加持,这才是真正的加持 什么是保佑,这才是真正的保佑 婆罗门女母还在世的时候 她就广设方便 劝佑其母,令生正见面对父母不信佛甚至是造业 我们很多人要么就是埋怨 要么就是愤怒,要么就是硬点 善巧方便,软言好语去劝佑父母 不存在的 婆罗门女广设方便,劝佑其母 但她的母亲并不大接受 不久命中后 她知道母亲可能去不了好地方 但她没有抱怨母亲没听自己的话 而是卖掉房子 广作功德 希望能帮到自己的母亲 垂气良久 昼夜意念 举身自扑 肢结结损这些词 真实描绘了婆罗门女 在其母亲去世后的真实心境 正是婆罗门女的这些举动 打动了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可见真正孝顺的人 诸天神佛都会感动 都会护持 而婆罗门女正是地藏菩萨的过去世 我们诵地藏经 念地藏圣号 总想跟地藏菩萨感应 以获得福报 你拿什么去打 最好的办法就是孝顺 而孝顺是我们完全可以 落实到生活中的 三 地藏经中还有篇 较量不失功德原品 讲的是如何不失 才能获大福报 选两点说一说 先上经文 佛告地藏菩萨 南言福提 有诸国王 载辅大臣 大长者 大沙利 大婆罗门等 若欲罪下贫穷 乃至龙残英雅 龙痴无目 如是种种不玩具者 是大国王等 欲不失时 若能聚大慈悲 下心含笑 亲手便不失 或使人失 软言未欲 是国王等 所获福利 如不失百恒和杀 功德之力 何以故 原是国王等 于是最凭健备 及不玩具者 发大慈心 是故福利 有如此报 百千生中 常得七宝巨足 何况一时受用 看到经文后 估计有人会说了 轻 这段经文说的是国王 载辅大臣的 不失功德 最不计 也是大婆罗门 好不 我们是谁 我们不过是 最普通的老百姓 跟大婆罗门差得还远呢 经文里确实说的是 国王 载辅大臣等 但也并不意味住 就跟我们普通人 没啥关系 很多人都知道 不失能得财富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不失 最后都是同样的善果 这段经文说的 就是什么才是最好的不失 巨大慈悲 说的是 对我们不失的对象 心怀慈悲 下心含笑说的是 面对我们不失的对象 面对那些 远比我们贫穷 困恶的人 心怀谦卑 没有丝毫傲傲慢与嫌弃 甚至还自然流露出 真诚的笑容 亲手便不失 或使人失 软言未遇 要么亲手不失 要么让别人代替不失 还要好言好语 安慰他们 如果能真的做到这样不失 那福报是不可思议的 正如经文所说 百千生中 常得七宝俱足 坦白说 我们可能确实不是大富长者 但生活中一定会有远比我们贫穷 困难的人 对这些人 我们是不屑一顾 略带嫌弃 还是心怀慈悲地去不失 不失的时候 我们能做到下心含笑吗 还是板住个脸 面无表情 我们能好言好语安慰他们 给到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吗 很多人以为不失就是把钱给出去了就行 其实这只是最浅层的不失 原是国王等 欲是最凭见辈及不玩具者 发大雌星 是故福利有如此报大雌星 才是让你的不失 能获得最大福报的真正秘诀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 可能连不失这个词都不知道 但在偶然的机缘下 出于大雌星做了件大善事 命运就得以彻底改变 这样的事也真真切切发生过 在《笑量不失功德原评》里 还讲到了一个回向的问题 经文是这样说的 如是善事 但能回向法界 世人功德 百千生中受伤妙怨 如但回向自家眷属 或自身利益 如是之果 及三生受乐 舍亦得万宝 这里讲了两个回向 一个是回向法界 一个是回向自家眷属 或自身利益 前者的功德 可以百千生中受上妙怨 或者是三生受乐 一个是百千生 一个是三生 一个是受上妙怨 一个就是受乐 差异不可谓不大 我有的时候就在纳闷 难道就因为嘴上回向的不同 果报就相差这么大吗 不就是回向时说的话 不一样而已吗 后来算是明白了一点 这个回向的不同 其实并不是简单的 回向的对象不同 真正重要的是 心量的不同 做了善事后 并不是嘴上说 回向法界 就能有那么大的福报 而是要真正心里 装着法界 装着法界的一切众生 并且真的愿意 把自己行善基的福 回向给他们 也就相当于 把自己基的福 赠予给他们 什么样的人 才会不忘 把众生放在心里 佛菩萨 比如地藏菩萨 所以真正能做到这点的 真的是菩萨心量 福报利益 自然不可思议 如果行善 只回向给自身利益 或自家眷属 那就是有私心 超越不了自私 这种相对狭隘的心量 这样当然也有福报 而且是舍异得万报 如果做不到菩萨心量 只是为了自身利益 去行善 当然也值得鼓励 四 很多人学佛后 尽管也在诵经念佛 但却一直习惯于 求佛菩萨加持 求佛菩萨保佑 求佛菩萨降福 其实内心的前台词就是 我太穷了 我太苦了 我太不顺了 佛菩萨一定要保佑我 但很多人 没想明白的一点是 不是因为你穷 你苦 你不顺 佛菩萨就要保佑你 如果仅仅是因为你穷苦 佛菩萨就会保佑你的话 那世界上 这么多生活很苦的人 佛菩萨一保佑就都不穷了 不苦了 那该多好 可惜你我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佛菩萨会保佑什么样的人呢 是愿意承担 愿意付出的人 就像很多人送地藏经 都想增益自己的福德 都在祈求地藏菩萨赐福 但很少有人想过 能为地藏菩萨承担些什么 做些什么 有人可能会问 难道地藏菩萨 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如果你内心有这个疑惑 那说明你是真的没读懂地藏经 地藏菩萨的大愿 就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 如果你能以地藏菩萨之愿为己愿 那你就是在为地藏菩萨分忧 还会愁没福报 当然 如果你说你没那么高尚 就想赔点福报 那就退而求其次 在诵经之余 多向地藏菩萨学习吧 学习地藏菩萨的孝顺 学习地藏菩萨的无私 学习地藏菩萨的付出 用心去做的话 压根不会缺福报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